所以這次四位演員在我們的蘇格蘭高地之旅呢 其實都有喝到非常具有特色的威士忌 可以幫大家講一下你們四位各品嘗到的威士忌 對你們的一個特色的感受是什麼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專家高老師 您品嘗到的那一汁的感受是什麼 我這次主要 他們的其他三個酒上我也都 因為你喝醉多所以我先問你 我都沒有放過 我說一家一家都去拜訪 有些其實已經去過但是就是重新再去 當然我自己這一次主要其實去拜訪的是 亞伯洛這個小鎮上的亞伯洛針流場 那這個亞伯洛這個酒對我來說一樣 跟酸好是一樣的 我們也是直接去嘗試直接從這個 不同的桶子裡面提煉 直接拉出來喝的冤酒 對我來說其實品嘗冤酒一直都是 就是記憶的一部分 就是一輩子你很難有機會一次或兩次 頂多三次你可以走進酒窖 看著調酒師就是Naster Brander 把這個項目筒可能是波本筒 雪梨筒或者是豬頭筒打開來 然後從裡面攪取一點點 倒在你的杯子上面 一杯又一杯的放在你前面 然後試著讓你去分究竟波本筒的最原始的 最乾淨的純粹的香氣味道是什麼 雪綠筒它最原始的香氣元氣又是什麼 以及那個豬頭筒 那這樣子的一個品嘗的過程 我覺得你很難忘記就是我曾經到過亞伯洛的酒窖 去喝了這個原酒 那我自己特別愛喝了原酒 所以我不是非常喜歡那種很很像油一樣 其實你喝那個原酒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像是油脂非常高 但是它有一定強度的酒精 然後裡面又伴隨著很複雜的多種的口味 當然最典型的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像 就是台飛糖啊 一些cream啊 或者一些強烈的這種堅果類的一些味道 還有很清楚的 來自於下木頭那種spicy的那種味道 但我已經很習慣了這樣的spicy 所以我覺得那個辣味的那種東西對我來說 反而是讓我非常願意去追求的 好啦勇者禮戰如果做第二季一定找你啦 對我覺得請不要忘記 真的攀影滑船都可以了 下一次叫他去學軍天去打飛把好了 打飛把真的超難的耶 我覺得你居然有打中我真的超佩服你的 我一度還問他們說他是不是用簡介的 工作人員說沒有 那軍天很好面子他堅持要打到 好啊劍尾呢劍尾品嘗的那個感覺 我去的是那個 是Glenbergi嗎 對Glenbergi的那個 他有 我嚐到他們那個1977年狀況的圓酒 哇比你還大耶 對比我還大 然後大概是我這輩子喝過最好喝的威士忌吧 然後就是我不是專家 但是我喝他有個很特別的印象 就是我喝了一口之後就不想再喝第二口 因為你倒了嗎 不是倒了 是他就會一直留在那裡 他不會散去 就是他的味道是一直保留在那裡 而且他下到肚子裡面去以後 他的味道還會再上來 他還會再上來一次再提醒你一次 所以你喝了一口 你可以隔很久再喝第二口 嗯 這是我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體驗 也是在那 這上旅程我還真正學會說 原來蘇格蘭威士忌是這樣子 以前都瞎喝了 以前都瞎喝 現在就學會怎麼喝了 知道對 好希望你可以幫我們那個推廣一下 該怎麼才是真正的SOP 來來來 森好 我去的是那個格蘭利味道 那我比較開心的是 因為我跟那個首席調酒師聊天 他特別幫我們台灣設計一款 是三年的威士忌 那裡面的果香 其實我很好奇他們跟我說 有台灣水果的味道 我還說 你怎麼樣有辦法 把類的 對 荔枝或什麼台灣的熱帶的水果 怎麼弄到裡面 那就是他們調酒師厲害的地方 他靠著這個香木桶的辛辣的程度 還有他們天然的素材 他們自己調配出 確實那個味道特別好 那這13年的威士忌喝起來 其實不輸給18年 我就喝完之後 我說你這是否台灣的嗎 他說YES 這是對我們台灣 就是單一台灣地區發售 我就非常期待 這支酒到時候 沒味 現場的 都可以喝到 應該是藥發售了對吧 已經發售了 對已經發售了 好像在過年期間 對 那這是我非常難忘 就是特別他們一個熟悉的 調酒師 特別為台灣地區做 做這個酒 非常謝謝他們 好 來我們的貴族 來 我這次就是 也是跟生豪一樣 有一個特別任務 就是去Rose Loose 把一個 Rose Loose特別為台灣 調出這酒 帶回來 那這支酒 同樣的也是以 很多台灣的這個 的風味 台灣的一些 它有龍眼的味道 龍眼 鳳梨的味道 它甚至有白豪烏龍的味道 它有茶的味道 白這個這個 叫做東方美人的這個味道 東方美人 對 所以它 而且它這次的酒的整個 整個設計 整個感覺 都非常非常的 就是 就是Formosa的 Formosa的感覺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 很特別能夠去到 一個 透過以前的這種 這種 古早的方式 對 然後去把一個 屬於台灣的味道 從這麼遠的地方 帶回來 然後 幾萬里的 是 的距離 居然能夠調出我們 土地的香味出來 是 而且它雖然是23年 但是它整個味道裡面 你喝得出來 它絕對是遠遠超越了 遠遠超越了 這只是23年的味道 因為 威士忌就是它必須要用 最年輕的酒來做 這個 他們的這個 這個年份的 這個初級 但其實你喝下去 感覺是 完全越超越的 所以 我特別愛自己的酒 導演是 好 看得出來 但各位都覺得私心 好 非常感謝這個四位演員 以及導演 在這邊的跟大家的分享 好 那我們感謝大家